國發會公布最新二月景氣燈號 是連續第四個月亮起了呈現景氣低迷的藍燈 創下十四年的新敵 國發會表示全球景氣低迷 終端市場需求不振 導致二月份在貿易面 金融面還有信心面指標都低迷 雖然國內在內需部分 因為疫情影響已經淡化 加上中央普發現金 渴望能夠促進消費動能 不過全球通膨壓力還是在 以及升息還有252戰爭 這些不可確定的因素影響 都可能會導致國內的經濟成長表現受到低迷